到目前为止 的确就是说 如果打不完的部分 我们会除非这个疫苗厂 他们有来做展演的申请 那不然也只能报废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 庄仁祥13号在记者会上 回复记者的提问 但按照目前施打的状况 恐怕要报废的数字 会相当不好看 因为国内12号开放 第二三类的族群 接种新冠疫苗 但目前接种的人数 并没有上升 单日接种人数 只来到1181人 这和先前的差不多 不过这批19万的AZ疫苗 将会在5月31号就要到齐了 该怎么提升打气 指挥中心相当苦恼 郑利文13号在个人脸书上发文表示 全球已经研发出 十几款的新冠疫苗 我国疫苗采购的进度严重落后 到现在只有一种AZ疫苗可以施打 而政府花了大笔的公堂 采购疫苗 国人等了大半年 终于等到了疫苗了 但竟然还得要自掏腰包 自费施打 他认为不合理 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的出估 自费施打疫苗 价格约落在800块左右 其他的行政费用也还在精算当中 除了没得选疫苗之外 又要另外付费庄仁祥这样说 自费的部分 我们目前的确是希望医院再把这个费用 再稍微调降一下 最后的收费的部分就是 我们还要再开会再多确认 庄仁祥进一步表示 公费疫苗挂号费是一定要收取 另外包括了诊查费 还有注射费都包含在价格里面 而另外全民施打要核实开放 恐怕没那么快 全民他一定要在18岁以上 所以没有办法到全民 就是因为那个疫苗的一些限制 那另外就是 我们未来当然是有可能扩大到全民打了 那只是现在我们针对这个优先对象 就是在1360万左右的这些人 联津卫视张晨成黄胜泉台北彩方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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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